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11月3號 然後是下午1點05分 然後快要收盤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是劍與遠征攻略軍出品的這個圖片 然後是在我的這個LINE的群組 那就直接拿來用吧 因為這個人家做的比較清楚 而且美術比我好太多了 好那總而言之呢 這一次呢 需要借的英雄最重要的就是 Overload的這兩個虛空萊克 一個是雅爾貝德 一個是安茲 那我在影片的後面會路上 打這個1到10關的這個紀錄 那基本上滅寶俠灣這一次是第四輪 那兩個禮拜就可以解決 第一天開放的時候呢 是開10關 然後下一個禮拜再開10關 跟這個 上一輪是一樣的 那黃金挑戰呢 我這邊打1到10關的沒有什麼問題喔 然後這個過關條件也變得比較 稍微有一些變化 所以我覺得官方有做一些調整 還蠻有趣的 但是基本上都不會太難喔 那這一次的英雄 除了Overload這兩隻之外呢 還有這個琵琶 那Overload的角色應該不會太難借到 因為這兩隻虛空萊克的英雄不是太冷門 所以說 也不是說不是太冷門啊 就是說這兩隻角色實用度都還蠻高的 而且相當期待 相當值得期待說後續的發展 所以說這兩隻這個課長 會課的應該蠻多的 好那再來呢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呢現在我們看一下這個精彩活動下面有個日常活動跟這個試煉活動 那試煉活動的有這個琵琶的講賞金試煉嗎 那這個之前有錄過影片了 那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叫做新英雄試用 然後是在這個8天18個小時之後可以活動結束 那所以說這個你先不要亂用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來回到這個攻略金的這個圖片 在第17關的時候需要有小羊跟琵琶 那如果說你運氣很不好 像我的主號 花那麼多資源 然後還要用自選抽才抽到一隻琵琶的話 那如果說你都沒有你都沒有半隻琵琶的話 你可以等到這個 這個下個禮拜開始之後 你再去啟用這個試用英雄 這樣子你就可以使用這個琵琶 但是我覺得琵琶也不是冷門的角色 所以說下個禮拜應該還是借得到了 但是也不用這麼急 萬一說你這個下禮拜都借不到的話 也不用擔心 因為祕寶小玩他是一個 一個月的活動 就是說每個月一次的活動 所以第1週 解不完 第2週解不完 應該說借不到了 第2週也借不到 你可以第3週借 你可以第4週借 而且第3週開始借 第4週開始借的時候呢 基本上1到20關都全開了 所以說萬一你第1週第2週有幾隻角色沒有借到 那你自己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在禮拜天早上8點的時候射一下鬧鐘 或者是跟大佬 就是那個稍微這個挨殺吃一下 就說這個那個麻煩禮拜天8點的時候 幫幫他幫忙留下這個這個角色 好那這邊我們來直接看這個祕寶峽灣吧 奇境探險 然後祕寶峽灣 那獎勵的部分我大概看一下 好像是差不多啦 就是最重要就是要過關29張 因為他是有一個英雄獎勵 那這個是4種族的自選一個英雄 然後29張在就是每兩張跳一個就是在31張這樣子 OK 那進到這個祕寶峽灣的這個活動裡面呢 那剛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我覺得難度不是很難 那我的小號也是這個脫裝換裝啊 然後換一換 很多關卡都是靠一套陣容就可以解決 有一些是需要最多就是打個兩次這樣子 那我覺得唯一有一場比較麻煩的就是 15秒要獲勝 我看一下 15秒要獲勝 這是第11關 有一關斯克雷格肥肥的要15秒要獲勝 蠻麻煩的 那另外說我的這個先鋒服的小號啊 因為沒有雅爾貝德 還好有借到這個 安置烏爾功 所以說有解一個任務 那其中有個雅爾貝德這個任務 我就沒有辦法解 這一關說戰鬥開始後15秒要獲得 勝利 那這個我是Re的蠻多次 因為我想要就是 用4滿血加上這個 埃隆老鷹隊一次過獲勝 所以這關Re的蠻多次 但是基本上 你也可以分兩次打 所以我覺得 那是因為我自己想要 一次解掉 所以說花了比較多時間 好那不管怎麼樣 這個祕寶峽灣 應該是沒有什麼難度啦 1到10關 唯一就是要注意說 要去借傭兵 那以及說現在這個活動試煉活動 可以從這個新英雄適用 等到下個禮拜開到11到20關的時候 你再去用這個官方的適用英雄 這樣你就可以有一個完整的琵琶可以用了 好那最後面來看一下團隊 團隊的話 現在已經 我們這個是 我們這個 公會已經有人開始在打王了 那我現在聖物是3之3 那聖物3基本上就可以推4級了 好那3之2的話推4級是輕輕鬆鬆的 那我現在也基本上 我現在的這個 領地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有已經有好幾個小 這個等級4的這個小鎮 然後其他基本上都是村山 然後一個空地 空地就是駐紮 提升我的那個 那個打王的攻擊力 那我現在還沒有開始打王 我打算歸到這個 這個 再歸大概1兩個小時吧 然後至少說可以這個體力 滿36可以打個兩次 然後輔助升到2級再輸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其他人打王後打第1隻王賽希利亞的這個 這個流程 也不是流程啦 這個這個 這個進攻的畫面 看看賽希利亞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我們把速度調慢一點 好這邊已經開始在打 那個王的血量已經少了 大概 剩60幾%了 好我們來挑一位分數最高的大大 這位與你而言大大 然後他用的應該是 法師的隊伍 沒錯 因為左邊的話 會碰到這個牛群夢境的小陽王 所以說他是選擇法師 而且還有 九件家具的這個 這個梭力士 在先鋒服有九件家具的梭力士 應該是很猛 好那我們來這個放慢速度來看一下說 這個魔王的這個這個招式是如何 然後我們就把速度放慢 賽希利亞 賽希利亞是在原地切一個這個 切一個陣 奧登去炸他的能量 然後埃茲也可以去控他的能量 這樣可能太慢了一點 元素就好 然後應該是自動開大吧 奧登不斷的去炸這個王的那個能量 然後埃茲也是一直控 哇 梭力士還噴出這個這個魔花種子 這樣子應該是可以把這個魔王的招式控到不要不要的 有一個埃茲的控場 然後再加上這個奧登不斷的炸能量 然後梭力士的這個魔花種子不斷的製造傷害 後面還有這個薩菲亞的攻擊 這個應該是至少是這個等級3的那個法師 等級3我覺得你要用法師的話 至少你要一定是要到等級3聖物然後才要打 因為等級3的話這次修改過的這個等級3聖物的技能就是 傷害會提高30%所以非常重要 所以說使用法師打王的話一定要歸到這個聖物等級3 不過聖物等級3應該不難啦 以我這一次這個先鋒服小號的經驗 差不多一天整的經驗 一天的時間就可以到這個聖物3囉 然後上限大概是每三三四個小時上限一下 然後就是換 把這個低等層換到高等層然後聖物升一升大概就好了 好現在埃茲死掉了沒有辦法控場了 但是 但是我們的奧登還是可以把能量炸到不要不要的 魔王的招式有什麼變嗎 好像就是一直在那邊平A 就是一直在平A 當然最重要應該是說他的能量 被這個奧登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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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都炸光光喔 所以奧登打王也是很好用喔 我們看到好幾顆元氣彈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後10幾秒如果說沒有了奧登然後 這個王的那個能量控不住會變什麼樣子呢 好像是以平A為主只是攻擊力比較強嗎 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他人好了 來看這位大大 這位大大用的是一般的這個遊俠的隊伍 我們來看看如果說沒有沒有像剛剛那樣子 奧登跟埃茲控的會怎麼樣 賽希利亞會切過去那這邊的話 這位大大他一樣也是用賽希利亞 地下兩個結件互尻 你不控他能量好像他也是在互尻嗎 我們加快一點速度 互尻 就是互尻 所以賽希利亞 用賽希利亞打賽希利亞也是不錯 就是降他的攻擊力這樣子 然後讓我方的這個續航力增加 兩邊互尻 然後這個王你沒有你你沒有用埃茲封鎖他的大招 沒有用奧登炸他的能量好像 好像影響也沒有很大 有啦有啦他放了大招啦他剛大招打到左下角這個光攻 不過這個賽希利亞底下的那個結界應該是有降低很多的這個傷害 光攻感覺上是把這刀吃下來了 突然之間這個賽希利亞被秒了 是因為狂暴的關係嗎 好所以說第1隻王應該是不會太困難 我覺得大家集中打一下應該很快就過了 好那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說這影片大家會喜歡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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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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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2 10 0 1 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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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的天哪 turned it over 别人 你看我的 Fantastic 我发现了 你的手 在哪儿 不可怕 去上达到 到處去 不可怕 不可怕 有實力 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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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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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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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